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每一笔交易是必须严格带止损的 禁止扛单跟锁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重点的一些机会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英镑 镑每一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盘面 那昨天的话呢 我们有带大家去操作了一个英镑的 一个空对不对 昨天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就是这个通道破位之后 我们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这一笔的一个什么 加减加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那这一笔的话呢 也是顺利止盈 所以说那对于今天的一个英镑 我们看什么呢 先看一个区间的一个什么 震荡的一个结构 朋友们 首先整体上来讲 那这一笔就是一个什么 新的一笔 就可以把这一段 这一笔下跌看成是一个新的一个结构 那对于之前的我们讲的通道 就不用去过多的一个参考了 我们只关注 它最新的一两笔 两三笔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就已经足够了 那这是一笔下跌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有了一个什么 逆动能价格再下来的时候 那这个位置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 回档的一个多 朋友们 那这个回档的多 是看什么 先看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位置到了 那这个多还可以 7.8分的一个机会 还不错 可以去执行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机会 价格再上来的时候 这个位置又是什么 又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什么 一个顺势的空 所以说今天英镑的思路 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个多 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 好 除了我们的一个英镑之外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原油 那原油的话 你从大级别上来看 这几个月 它都是一个什么 震荡的一个结构 那当下的话 我们只关注 它最新的一个走势 就够了 那这个原油 昨天从日线级别上 给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 对不对 收了一个什么 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音k线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 方向还是什么 顺着这一根这个音线 去做它的一个sell的一个方向 去做它的一个空 那这个空怎么样去操作 需要我们在小级别当中 去进行一个观察跟研判的 30分钟或者是一小时 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我们的思路是顺它这一笔的方向 去做它的一个空 所以说那这个区间 朋友们 这一个调整的区间 是我们这个重点去观察的一个对象 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 你在横横横 对不对 你横的久了 那我们这个空 可能就要去参与了 就像我们昨天的这个欧日跟宝美 我跟大家讲到的思路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很多时间久了 你没有上来 那可能你下跌的概率就怎么样 就加大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这个区间 是我们重点去观察的 那还有一个思路是什么呢 等它价格向下跌破 跌破这个什么 调整的一个区间的最低价 价格向下跌破 这个调整区间的最低价 我们可以干嘛 可以去在小级别当中 这个位置跌破了 对不对 你可以在更小的级别 比如说15分钟 这样的结构 去做它的一个什么 小镰刀 再去做它的一个小镰刀 再去做它的一个空 所以说这是两个思路 朋友们 好 那这个缘由的话 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一个重点的一个机会 好了 各位伙伴 那以上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了 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或者是来到我们学习班 在一起学习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